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创为美梅估算的美空罩击,在挪威海野练时的打击范围, 环球网军事综合报道,在特朗普政府宣布,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后,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。 美国媒体披露,美国B-52空架机,最近频繁飞抵俄罗斯边境,而且上周在挪威海对俄罗斯蒂莫斯科等地实施模拟和打击,与此同时,俄罗斯图付160战略空架机,也在挪威海上空长时间巡逻飞行。 有专家认为,这表明俄美已进入新冷战的积极阶段,B-52空架机,频繁靠近俄边境俄罗斯消息报3日报道称,据监测雷达航线的飞机雷达网站报道,一架美国B-52H空架机,一日再次飞抵加利宁格勒州附近。 这架空架机从英国菲尔福的空军基地起飞,飞到临俄加利宁格勒边境,130公里处,飞行高度约为8000米,模拟对波罗的海舰队基地进行核达机演练,之后越过德国和波兰。 自美国B-52部署到英国基地后,飞到俄罗斯边境争兵演练,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 从3月14日起,已经在波罗的海上空,进行了几十次飞行。 3月25日,一架B-52飞越爱沙尼亚领空,距离芬兰湾和海上边境,仅37公里,距离圣比德堡191公里,并模拟了对圣比德堡实施核打击。 美国防莫伯克网站报道称,俄罗斯军方消息称,五架美国空军B-52H轰炸机,在3月28日的训练飞,行中对莫斯科和圣比德堡,进行了模拟核打击。 据消息来源指出,美国B-52H轰炸机与挪威F-16战斗机,在挪威海上进行训练飞行时,在防空雷达探测区,以及米格31超音速截击机作战半径外,实施模拟巡航导弹弹攻击。 美媒称,美国B-52H机群,是从英国费尔福的空军基地出发,飞得挪威与挪威空军的F-16战机会合,然后通过瑞典、波罗的海到芬兰上空,进行用巡航导弹,攻击防空雷达阵地的模拟训练。 报道称,五角大楼宣布,在与挪威等蒙国进行训练期间,提高了被约的作战能力和战备程度。 这些飞行训练才允许机组人员收集战区,并通过军队的全球部署,证明,美国对蒙国和伙伴的承诺。 这些B-52是目前美国部署到欧洲司令部责任区的空炸基特潜部队的一部分,来自路易斯安内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的第二空炸连队。 这些飞机于3月14日至15日抵达战区,并暂时部署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的基地。 俄罗斯空炸机还以颜色。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,3月28日,俄罗斯国防部证实,有米格31战斗机护好的两架俄罗斯图付160战略轰炸机在巴伦之海,挪威和北海的中立水域上空,进行了13小时的例行神罗。 挪威军方新闻发言人伊丽莎白艾克兰的笑笑,证实了俄罗斯飞机的行动,我们不想详细说明飞行模式和确切位置。 艾克兰德表示,俄罗斯飞机在该地区的存在,既不损人听闻也不犯常。 俄罗斯军工正合体网报道称,3月29日,两架俄罗斯图付95空炸机,也飞往北海地区上空,距离英国海岸只有95公里。 模拟对北约国家实施打击。 俄罗斯全报三日报道称,针对美国B-52轰炸机,频繁背离俄边境,俄罗斯国家军火库杂志军事专家,阿列克·谢利安科夫表示,作为对华盛顿这种挑衅行动的报复, 携带和导弹的俄罗斯屠付160战略轰炸机,随时准备飞往美国海岸。 目前,屠付160定期出现在北海上空,北约骚扰我们,我们也可骚扰它们。 但我们飞越中立水域,不会侵犯任何国家主权。 我们在极地基产部署的战略轰炸机,可以通过未及到达美国边境。 我们飞行员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。 模拟和打击,只是噱头。 一位秘名中国军事专家,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,从美媒的报道来看,B-52轰炸机携带的巡航导弹,射程达到2000公里,理论上确实具备打进俄罗斯腹地的能力。 当然,俄罗斯的轰炸机,以及舰载巡航导弹,也能够对欧洲实施类似的核打击。 这种模拟过程并不复杂,同时,这个过程外界不会明显感受到异常。 相关媒体关于模拟打击莫斯科的报道,可能只是推测。 专家表示,这大概不是俄罗斯和欧洲展开核大战的最逼真脚本,应该也不是北约。 最高等级的军事威慑。 B-52的目标较大,突放能力也比较善,尽管可以在俄罗斯捷机接拦截范围外发射巡航导弹,但很难保证打击的突然性。 而且其携带的巡航导弹,多是战术和弹头,主要用来攻击硬目标,而不是大中型城市。 据俄新市2日报道,俄罗斯俄罗斯军空组织主席团主席希尔盖利波沃一肖架表示,美国战略空架机在俄边境飞行并不构成太大威胁,况且,他们并没有进入俄领空。 模拟攻击与发射导弹不同,俄空天军,防空部队又能力监控美机活动,确保俄边境安全。 实际上,美国空架机是不敢直接对俄进行挑衅的,否则他们将会被击落。 不过,美国核武政策专家韩斯克里斯腾森,对此感到担忧。 他认为,这表明俄罗斯已进入新冷战的积极阶段。 俄罗斯航空港网站二日报道称,目前,北约不断加强在俄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,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米哈伊尔波波夫表示,近两年来,北约首批行动部队人数从2.5万人增至4万人。 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的数字赢,美赢人数都达到1000人。 本报特约记者李强六玉腾本报记者刘朗。 本报告